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技术是鲜果系列当中的奶盖的做法 首先带领大家熟悉一下所需要的设备以及原料 奶盖机 大电子秤 冰水 奶盖粉 锅粉盒 产品操作 首先在奶盖壶中 加入纯水 也就是准备好的冰水200克 在里面加入奶盖粉100克比例为2比1 冰水和奶盖粉的比例为2比1 放到奶盖机上 接好电源 咱们下面的开关 工作按钮 这个紧左侧的这个调到这个 这个白线呢 调到奶泡1的位置 奶泡1的位置 然后这个功率开关呢 调到3与4之间 白杠对准3与4之间 那么这个是开关 然后把盖扣盐 然后咱们把这开关向下按一下就可以了 好 它现在已经打完了 再去按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然后把打好的奶盖 倒入到我们的干燥的这个锅盖串当中 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红沫 撑出 以免影响产品的口感 然后呢 储存方法为 加盖 冷藏 保存周期为 一个营养周期 来吧 好 好 词 厨师傅